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穎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這次帶大家來到日本京都進行一日輕旅行 第一站我們來到了京都最具代表性的福建道河大社 接著我們到花劍小路 品嘗道地的鰻魚飯 讓美食療癒身心 之後我們悠閒漫步二年版三年版 感受古老街道的風情 最後一站是壯麗的清水寺 從這裡覆蓋京都市井 完美結束今天的旅程 那就讓我們一起享受這次充滿文化與美食風情的京都一日遊吧 訂閱陳穎一隻鼎 讓你一看就陳穎 今日的交通方式 我們先從定武橋站搭京阪電車前往福建道河站 換了一圈之後 我們再從福建道河站搭京阪電車前往指援四條站 然後展開我們今日的京都Citywalk 那我們就開始吧 早晨從飯店出發 我先到附近的超商買早餐 挑了我最愛的蕎麥麵和溫泉蛋 簡單又美味 買完後悠閒地步行前往定武橋站 準備搭乘金版電車前往今天的第一站 福建道河大盛 車程大約一小時 沿途的風景 讓人不禁期待今天的探索旅程 終於抵達福建道河站了 一下車就被眼前超美的平礁道風景吸引住了 那種日式鐵道的氛圍 真的讓人瞬間融入電影場景 讓我更加迫不及待的想去一探 福建道河大社的壯麗景色 海鮮的飾車 那麼多 好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我要來進行一個金入的飾物 我們現在仍在福建道河大赦超壯觀超美麗的地方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吧 今天京都之旅會算一個小攻略的部分 那我就帶大家看我怎麼遊京都 大家如果喜歡也可以照我的行程去走走看喔 神仙 來看看我的運勢近期的運勢如何 莫大吉欸真的欸莫大吉 你稍微看一下還是看得懂他的什麼 稻河山出牛成神 好吧看不懂 不見道河大赦是一座著名的神社主寺道河大神 象徵農作豐收與商業繁榮 擁有約1300年的歷史 這裡可是異季回憶路中著名的千本鳥居所在地 千本鳥居以其無盡的紅色鳥居聞名 走進其中彷彿置身神秘隧道讓人感受獨特氛圍 非常適合拍照喔 把後面的人擋住剛剛好 今天的行程還滿滿的 所以我們就大概照一下本店 跟晃一下 那它的地圖是長這個樣子 如果大家想要走完整個的話 也可以站著看著地圖走喔 現在來到了往回本店房間有一間稻河茶寮 好像這樣 裡面可以吃一些抹茶的東西 今天太陽超大 這裡有倒皮壽司 然後呢我們來買一杯 魚汁抹茶河 這裡其實離魚汁也滿近的 大概三四十分鐘都可以到 但是我們因為行程沒有要排那麼多 我決定先來這邊喝 好耶 這一杯四來快日圓 我覺得還不錯 很濃的抹茶味 但我覺得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有機會可以點看看 接著我們搭金板電車前往指援四條站 品嘗我認為京都吃到最好吃的米其林推薦的鰻魚飯 魚OK啊 這裡的鰻魚飯味道鮮美 讓人一視乘主顧 絕對是旅行中的一大亮點 我們現在來到這間很有名的 竹筒鰻魚飯 那我們就頂班 一千三那加上穿燒一千 我看網路上面說要定位 我們今天很幸運的來了 卻有位置 那我等一下給他看 他的鰻魚燒長什麼樣 他之前曾獲得米其林疫情 好快 這個是我們點的玉子沙 哇 超多 這要三元份 現在我們也吃了 對啊超扯的耶 這看起來超好吃的 不行不行 我整個都不行 超美的 這是我們的鰻魚飯 三元份喔 給超多 看起來超好吃 這是我們總共點的 我們一個人第一下要吃起碗 等一下要吃吧 或是你搬切一半 等一下要吃吧 或是你搬切一半 然後拿那個搬 喔 喔 好笑我們的習慣動作啊 先滴一下水 哈哈哈哈 跟我的大門子的寬度一樣 那他們以前是超大塊 いただきます 好笑的 啊 這怎麼會很好吃 嗯 看 看起來 好像可以加碗沙 夠好吃 我們吃的就是這間鰻魚飯 非常推薦大家來喔 這個鰻魚飯不會鹹 很好吃 OK我們快走吧 我們現在來到了花劍小路 這一條街 沒錯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 我們剛才吃完鰻魚飯的旁邊 走約幾分鐘而已 就到了這個八板神社 那我們繼續裡面看看 八板神社是一座歷史悠久的神社 成立於公元656年 這裡不僅是日本最大祭典之一 紫圓祭的舉辦地 不論是參拜還是享受周邊的美食 八板神社都是京都旅程中 不可錯過的亮點 不太少 不太少 什麼 我還可以來 我們現在在往清水寺的方向邁進喔 我現在在往清水寺的方向邁進喔 把...關...禪...寺... 这个位置二三年版最好帐 我们现在在二年版这边的某一间餐厅 它是吃甜点的 我点了一杯抹茶来喝 来这边京都感觉就是要多喝一点抹茶 虽然这边新巴克的抹茶也超级好喝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店长什么样子 以及其他的菜单 那我们就赶快带大家来喝喝看咯 然后呢它这款抹茶非常非常的浓郁 超好喝的 大家有机会可以来这一条街喝这一家店咯 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这看起来好好吃哦 它六百块抹茶一杯 这个有达达米 它有这个语治抹茶的这个 那是什么提拉米糕 对 我这个小屋店 小屋店买了一个面具六百块 我在三年版这边买了一个这个面具 要去清水室拍 我们现在在等清水室的方向 我们现在来到清水室 超漂亮的 哈喽大家我们现在人抵达清水室这一带 那这个人抵达清水室这一带 这个地方是要买票才有机会进去看到 新衣跟小兰的那个场景哦 清水室的票长这样 天后那个位置 我们现在到这边了 等下要找那个柯南跟小兰的机位 感觉很多人在拍 怎么会唱后面的 啊还有我呢 气啊 超美的 看 清水室是京都著名的寺庙 成立于公元778年 以其壮丽的木造玄空舞台文明 从舞台上可以俯瞰整个京都 尤其在樱花和枫叶季节景色会非常漂亮 寺内主寺观音菩萨 樱鱼瀑布的灵水 更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参拜的原因 是京都旅行中不可错过的景点之一哦 然后在夕阳西下的时候 拍出去的美景更是美不生收 最后我们搭乘公车回到京都车站 再搭乘JR京都县 约30分钟的车程回到大阪车站 结束了今天的京都之旅 不过 大家还别急着离开 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去饭店旁的居酒屋享用晚餐 还有美味的宵夜等着大家呢 看下去吧 就是我们租的饭店它很高 现在时间是八点快九点钟 我们现在回到饭店 我们要来去吃一个居酒屋 那我们就出门吧 我们下来吃这间它不是 它是一个餐厅 它是一个餐厅 然后要点一个饮料跟吃的 那还蛮好吃的 在我们饭店走一分钟就到了 隔壁而已哦 推荐 可是看起来有点隐蔽啦 所以我就放那个google在这边 大家就自己搜寻就可以 就是这一点自己都没有 都可以 就是 你要各点一个 我点美酒 with soda 在那个东西 除了除了再吃 撞一下 应该是一起的 那我也有点的 这我玩的外面 这是什么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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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你要饿死 我等下房间还有一个泡沫 哦 这是鸡肉洞 这个是 这个是 我看到哈这个 这个是 这个萝卜超好吃 然后这是鱼板 然后我们又再点了一份蛋 因为这个蛋太好吃了 就这样 那我们继续吃咯 这鱼板超好吃的 一个120块日圆 还有这个 这叫大根哦 大根的萝卜 这个是我去罗森便利商店 买的一个 泡面 我觉得感觉很好吃 它只要五分钟 就可以吃 然后它下面还附这个 好酷 然后给大家看 我里面又自己加了料 蟹肉棒 还有这个 叉烧 然后我就把叉烧铺上来 看起来会不会更加的好吃一点 然后我是买 在那个超市买 就是我们饭店附近有超市 对 然后还买了一杯 十剩牛奶 等一下泡完澡想要来喝一下 这一杯是208台币 然后这样的话是肉好像208 然后这个也是一百多块 然后这个面三百多 叮起来也是一百块的 一个分量 就是我的一个类似 类消夜 对 那我要干净来吃吃看吧 就吃起来跟火腿的口感一样 还蛮不错的 那我觉得大家这种面哦 就选自己想吃的口味 然后自己加配料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们下支影片见 我是陈颖 让你一看就陈颖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